泰國冒進辦事處總是排滿等著辦簽證的旅客 也因此八月份一度傳出要調漲價格 轉由委外簽證公司辦理 惹得國內民眾與旅行社不滿才終於喊咖 而現在又傳出泰國為了搶救觀光人潮 計畫十一月和十二月 對二十一個國家旅客推出落地簽證免費 當中也包含了台灣 但恐怕排隊就得花上四個小時 但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飛到泰國的海島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 你從那邊辦落地簽的話 人潮會少非常多 而且這個落地簽的審核 或者是一些資料的要求 會比較不嚴格 目前辦理泰國觀光簽證要一千兩百元 如果落地簽證免費一筆錢省下來 真的很有感 而同樣到越南落地簽 也可以省下台幣四百出頭 至於改為電子簽證的柬埔寨 則比當地落地簽貴了台幣兩百多元 儘管落地簽大多來說比較便宜 但東南亞國家也容易遇到 海關人員所會要小費 這連排隊耗上的時間也難以預估 剛好運氣不好 其實之前有一架大客機 在你之前抵達的話 那你可能就排隊排到非常久 那所以就是自由行 比較有可能去排落地簽 那這個跟團的話通常就是需要你再事先就在臺灣 就辦好 不想多花點錢找旅行社代辦省事 儘管落地簽便一些 但如果資料沒被妥簽證辦不過 恐怕也會讓行程跟著受影響 快樂出國遊玩興致 據有盧依宏先為一台北報導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